为提升学生对阅读的兴趣 大午湖中特别设置的大午广播电台 让学生借由歌曲点播练习心得写作 同时也培育学生担任电台主持人 让学习落实在生活当中 也为校园带来一番欢乐气氛 各位同学 大家午安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午广播电台 这首是由 12点一到 校园内竟传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声 大午广播电台每天午餐时刻 透过短短5到10分钟的放送 向校内师生分享学生的生活点滴 这是来自大午国中的创意 为了提升学生对阅读及写作的兴趣 大午国中自2018年3月起 设置大午广播电台 结合校内资源 鼓励学生透过歌曲点播的机会 练习写作 并且写下生命心得 那我们的歌单就会说 想点播的歌迷 然后歌手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想要点播这首歌 你对这首歌的感觉是什么 那你想要播给谁听 然后学生我们还会限定 你要几个字数以上 同时学校也培养电台主持人 让学生有机会进行文稿的润色练习 更增加台风主持等课本外的学习经历 会学到就是如何就是练自己的那个 勇气 对就是讲话的时候手不会抖啊之类的 学生也把握机会发挥创意 在特殊节庆中 透过广播电台 向校内的资深进行生日祝福 节庆祝贺或者向老师表达出感谢 就是教师节的时候 想要谢谢就是所有的老师 然后教导我们的事 然后所以教师节的时候 也把老师名字全部念出来 然后最后就谢谢老师他们的教导 教师们透过学生点播的歌曲 了解学生关注的实施脉动 学生也透过平台分享生活的点滴 他想要点播黄美正这个只怕想家 是因为他觉得部落有一些人 就是年纪越来越大 然后他们离乡背景 到其他地方去工作读书 那回家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他也会越来越想家 老师们也很喜欢听 因为我们不是喜欢听歌 我们其实是想要听学生 他们表达的想法 也蛮新奇 因为其实就我们的年纪 跟现在学生年纪其实差别有点大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大概知道学生现在喜欢哪些歌手 哪些歌星 或者说他们现在在接受怎样子的资讯 这是我们目前大概这个年龄层 跟他们年龄层会有的插曲 大五国中致力推广阅读 不仅曾荣获阅读磐石奖 运用科技 协助阅读课程进行 结合校园播送系统 发挥创意 打造广播平台 提供学生一个展演 练习创作的机会 同时也凝聚校园情感 今天就到广播电台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记者江碧任大五相报道